你也玩微博啊 哦 你啊 还记得我 你微博叫什么 我加你啊 好啊 路人甲 这么土的名字 来来来 看看 你刚注册的 就我一个粉丝 你不会是个僵尸粉吧 你这里边图片多不少 还有我的图片呢 不过这拍摄角度可不怎么样 你知道吗 我把你这个照片发到大V门 已经马上火了熊哥 熊哥 你是不是北京人啊 说话真好听 不是 熊哥什么意思 熊哥就是说 你这个人呢比较熊 但是长得又很帅 所以我们这个群里 都管你叫熊哥 什么群啊 这个你就不用问了 你都管我叫上外号了 我不得问问清楚吗 我说你这个人挺逗的 你老婆就在门外呢 你不怕她着急啊 我是着急 妹妹 你在侵犯我的肖像权你知道吗 当然了你要个人珍藏我没意见 但你把我的照片发到了微博上 或者说是QQ群 或者说是朋友圈 这就不行了 你叫什么 你谁呀 我干吗要理你啊 由于我工作性质特殊 不方便向你透露我的性命 但如果说你坚持侵犯我的权益 过几天来找你的就是相关部门和律师 他们可没我这么好说话 指不定得让你赔多少钱呢 你吓唬我 就吓唬我 你 坐这儿别动 听好了啊 明天我就让我的律师 亲手把律师函送到你的手里 用字面通知你必须删除微博上 与我有关由你发出的所有图片和文字 另外我的律师团队会给你上一张 生动的法律课程 告诉你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好了 随便拍我照片 你不怕上新闻联播吗 你 随便拍你要喝什么 冬鸳鸯 哦 冬鸳鸯 好的 别来看了 你再看我一个字就写不出来 我的月份总结写了 全销售户最快 你不就是想写卖你有多快吗 你是有多无聊啊 我高兴 小班 下班一块吃个饭吧 好啊 哪儿啊 一般的地方我可不去 广州你比我熟啊 听你的 嗯 那就天天渔港呗 又便宜 环境又好 好 我这儿就定座去啊 好好好 天天渔港一块啊 呃 没请您 不是 赵总 这你得说说 为什么请小潘 为什么不请我啊 行行行 我请你们俩 九零六零九零 什么 谈验赵总 赵总是说小潘的三维数字是 九零六零九零 所以请他吃饭 陈兄齐 你有吗 我 算了算了 我问一二零一二零一二零 一二零 哎 赵总 我给你的资料看完没有啊 哎呀我 我只看到了一半其余的 我都送过去了 你也太不专业了吧 有话不能这么说 这世上分两种人 一种呢是愿意看资料的 一种是不愿意看资料的 你不能说有一半的人不专业吗 叶总 我建议这么整 您给我来一份组结性的报告 把那数据给汇总一下 借名额啊就行 谢谢了 小潘 下班见 余生 我们认识已有二十年了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 知不知道我的三维数字 什么 你不要误会 刚才我亲口听到赵小亮 很自然地说出 潘云的三维数字啊 我觉得很奇怪 他在认识潘云几天呢 是吗 总之这个赵小亮 这个赵小亮真的是太过 太什么呢 不靠谱 不靠谱 你那电话掌握得比我好 那个赵小亮 他可真是太过分了 到公司第一天就勾引潘云 今天下班 又要约人家去天天渔岗啊 挺好啊 狼才女貌啦 说说看 他怎么勾引潘云的 今天下午他们两个 把自己锁在小会议室里面 拉上了百叶莲 没想到百叶莲坏掉了 自动弹了起来 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吗 怎么了 练防身术啊 身体贴得那么近 练防身术 工作时间练防身术 你信不信啊 反正我不信 总之这个赵小亮 他完全违反了我 对职业操守上的所有要求 他不尊重你 所以你生气了 是啊 我今天让他看材料 他连碰都不碰不说 反过来 还要我写一份总结性的报告 给他看 你说哪有下属 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上司 来命令自己的上司做事 我让你给他那些材料呢 也就是让他别闲着 有点事情做 我要你看好 好 这里有很多人看着我们 觉得我们是高高在上 其实呢 我们只是一粒尘 就像街上走着的那些人 他们鞋上的尘 我们就利用赵小亮这只鞋 做他鞋上的尘 让他做垫脚石 等他带着我们登上塔尖 何必在意他的态度呢 我明白了一声 但是你提醒的细节是对的 赵小亮和潘云 也许早就认识了 上班第一天 可不会这样的时候 我跟潘云接触过 他不是那种随便的人 两位 这边请 照着菜单 谢谢 谢谢 小潘你想吃点什么呀 赵总请客 当然听赵总的喽 赵总请小潘吃饭 当然挺小潘的喽 赵总还是你安排吧 谢谢 这种感觉好刺激啊 想想看我们是在办公室认识的 然后在办公室一起谈来 我突然有点理解 为什么他们要搞办公室练起 咱们一步伐也可以试一试 对了 我昨天在男洗手间里面 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哦 在男洗手间的镜子上 我看见了一双精致玲珑的女人的手印 于是乎我的眼前就展现出了一幅画面 一个妙龄女子 双手撑着镜子 更巧的是我还能参与这位女子是谁 谁 那双手印右手小木质上有一个圆裙 就好像是绑上了窗口贴之类的东西 正好我昨天送了一个窗口贴 给行政部的秘书梁毅 也就是说 是梁毅和某位不知名男士 在洗手间里做了一些不会认知的事情 你的嫌疑很大 小潘你接着点菜的 金刚你不要招惹这个小姑娘了 她后台很硬的 她的爸爸跟余总的关系非同一般 她怎么会在这儿 我哪知道 她进来怎么办 没关系 没关系 至少我总监请萧生工下手吃的 那很正常的 余总 这么巧啊 这么巧啊 对呀 你怎么在这儿 我约了一个朋友吃饭 被放了鸽子 就我一个人 那要不然余总跟我们一起吧 今天我敲赵总竹杠 没问题啊 反正我没请过小亮吃饭 算我的了 好啊 那今天就是余总请客了 原来就这样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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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我跟你说啊 我那衣服都被冲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拍什么照 拍什么照啊你 你现在还拍照啊你 行吧 你就拍吧你啊 我跟你说 咱家那钥匙 钱包 房卡 那么多东西全给冲走了 你是猪头啊你 我哪知道这浪这么大呀我 你自己玩吧 你干吗去啊 我怎么办啊 你 等等我 谢谢余总 客气啊 我真想问一下 你们为什么会在会议室 就是谈起房浪树这个话题呢 第一 你们把把一个窗拉上来 第二 你们还锁着门 第三 你们又并不算太熟 没想到余总对公司的这些八卦 还这么关心啊 是这样的 余总 我呢 我们之前呢 确实是在谈公事 叶总给我拿来了 一堆的这个销售保表 看得我头晕眼花的 所以我想干脆我找个明白人 过来问问吧 小梁就给我推荐了潘云 说潘云是金牌销售 是吧 潘老师 潘老师给我上了半天的课 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 他告诉我 说他早上上班的时候啊 碰到了公交车色了 我说那哪行啊 所以我就叫了他几张防狼书 原来是这样 那这个你怎么解释啊 不好意思 喂 我看看这两道钱 潘云 过会两万块钱过来 这个猪头把钱包房卡 全搞丢了 这张照片 不好意思 我也接个电话了 喂 喂 张晓亮 你赶紧给我打点钱过来 是吗 这张好嘞 是她呢 小姐 拍回纱照吗 是 请跟我来 我这刚跟经理要的账号 我这刚跟经理要的账号 我把账号给我发过来 快点快点 你赶紧跟我讲 我现在光着呢 我给晓亮打个电话 不好意思 怎么样 这个问题想要怎么解释了 我对不起啊 赵晓亮 他说什么你都别听 不许给他挥钱 绝对不许给他挥钱 一定要让他吸取教训 不好意思 感觉今天被钉烧了 我还 培芸 我帮帮我 你帮我劝劝王涵吧 但是抱我脾气又上来了 他刚才说不要我了 而且 他不上超约亮给我汇款 我现在光着呢 什么都没穿 你帮帮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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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漂亮啊 先生要不要也来我们店里试一下衣服 我们店里男士礼服也很多 我 不用了 请问摄影棚在哪里啊 在那边 怎么 写好答案了吧 还是被发现了 有我来坦白啊 没想到两天就会让你看出不对劲 其实我跟 我跟潘云我们是朋友关系 那准确地说 他是汪涵的朋友 我是南海的朋友 我是通过汪涵认识的潘云 那我们两个呢 在未来汪涵和南海的婚礼上呢 就是他们的伴郎伴娘 这张照片 是我们两个陪他们去拍婚纱照的时候 替他们占光位 让摄影助理拍下来的 我这儿也有一张 那为什么要隐瞒这这么回去了 那肯定是为了原谎 因为我跟潘云之前只是认识 并没有什么私交 那么她在ABA担任什么样的职务 在什么样的部门 我也不是很清楚 没想到在招聘会那天会碰到她 我以为她是人事部的 为了避嫌 我们只能装作不认识对方 这样对她方便对我一方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对我打了埋伏 不是余总 真她平常不是这样的打扮 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是嬉皮笑脸的一个人 谁知道她西装革虑以后这么正经 我那天看见她进来面试的时候 我也没认出来 等我意识到这个人 就是我认识的那个赵小亮的时候 那我也不好再跟您说了嘛 就这样 反正现在一个公司 行了行了 给你添麻烦了好吧 你来这边住酒店里吗 嗯 还没找到好忙 你呢 自己住啊 还是跟男朋友住 我单身啊 住多大 嗯 住单身公寓 哦 这就对了 还是要罚你知情不报 明天是周末 我们去你家讨论工作 你负责做饭伺候我们了 嗯 好吧 几个人 四五个人 上午十一点 把你的地址发给我 好 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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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的 那里面两个人是你们的客户 在这里拍婚纱照的 不是 那这个照片是在哪里拍的呢 忘了 前几天的事情 这么快就忘了 我说你是谁啊 出去 这个是我的手机号码 要是你想起了什么 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会给你合理的报酬 但是我也请你相信 要是我愿意的话 我是有足够的能力和方法 去对付你 请你好好想想我的问题 请你好好想想我的问题 姑娘 真是谢谢你了 咱们全都是老邻居了 所有事情你都记得啊 一定要多多关照了 高叔叔 其实你根本不用谢我 我也不认识你 要谢你就谢我唐伯吧 反正你们是老邻居了 姑娘 咱们可都是认识了 你记住了啊 老广州没有联系不上的人呢 行了 姑娘 就这样了 高叔叔 说白了 让他们两个人过来见见我 这件事情 还需要他们自己解决 男的 女的 不管谁都行 好了 来来来 喝一口押精的奶吧 好 好 那天余德伟拿出那微博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天 完蛋了 彻底完蛋了 我也是 知道王涵打了那个电话 王涵真是急事 还是接二连散的呢 我跟南海通电话的时候 就在想 哥们儿千万别挂 千万别挂 让我多想想 多想想对策 那你到底是什么时候 想到办法了呢 当我回到那个饭局 面对于德伟的时候 我脑筹依然是一片空白 你得了吧 你还一片空白 你说实话 别挤了 我就知道你那个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我看见你伸出拳头 说过坦白的时候 我想完蛋了 当我看到你伸出拳头 消息息地看着我的时候 我在想 这才配做我的女人 天底下没有我们 摆不平的事 但是我真的没有你聪明 我当时脑子里想的就是 我要配合你 你反应够快了啦 你还知道给高叔叔去电话呢 行 你就别互夸了 赶快起来打扫战场 每天不要撑包 让我把奶先喝吧 再给你来一罐押金呢 嗯 我看见你 你会怎么做的 我看见你 你还有一点 好 我看见你 看见你 我看见你 他一定要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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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 很少有人在家里放这些东西啊 这些都是陆陆续续准备 打算结婚用的 这个故事真的好打动人哪 为什么 一个女孩努力工作 一样一样地买好婚礼的道具 等着出嫁的日子 不知哪个男人有这样的好运气啊 这个也很好看 我养成酒 喝茶还是喝咖啡 茶 赵总 那天你开车 附加位置上坐的是谁呀 哪天啊 为了不让我发现 你把她的头按下去了 一定是我认识的 我认识你认识的 只有那么几个 所以百分之九十九 是她 某人在男厕所干了一些 少而不宜的事情 你知道吗 这几勾圈打得漂亮 我俩一笔勾销 勾销不了 本来呢我是想和那位美女 好好切磋一下 结果人家受到你的惊吓 更多不愿意抹肠了 好好好 抹肠 来 喝水啊 晃多烫舌头 潘云啊 你这里是不是原本 有一幅画的呀 对啊 对啊 这儿原来是有一幅油画 是我妈妈的朋友画的 后来我觉得她老气了 就把它摘了 您喝水 谢谢 我就觉得这个胶 好像缺点什么 去了什么 照片啊 一个家怎么连一张照片 都没有啊 你们这个年纪 应该挺愿意拍照才是啊 我就特别不爱拍照 我特别懒 再说也没这个时间 咱们公司现在除了汪汉 谁有这个时间 这里还藏着一个箱框 什么什么 跟我 好 给我看看 看看看看 梁姨呀 真丢脸 以后不要乱翻我的东西 你过来看看画 过来 过来 讨厌 黄金时代开发完成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要升级 除了技术参数之外 最重要的是 市场策略和营销策略 这是我们的指挥棒 我需要黄金时代的 所有资料和参数 赵总你看得懂吗 叶总放心了 只要我愿意 我可以看懂所有我愿意 看懂的资料 可以 但是要保密 梁姨 你家公司有男朋友吗 没有啊 别道理都知道 搞得全公司都知道了 我和三勇不是那个关系 那什么关系啊 就是 拳拳插插了一下 都也都没有 什么感觉 看那烤箱好命 聊点别的事 我们缺一个 华东大区的销售经理 两位有什么想法 不妨 推荐一下人选 从外面找 避免近亲繁殖 当然是从我们公司 销售员当中提拔一个 第一 我们知道它的底 第二 不会水土不服 第三 还能鼓励员工 而且我们大部分的销售员 都是来自不同的大公司 没有自己培养的 所以绝对不存在 近亲繁殖的问题 小灵 打个比喻 它不行吗 那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你没有回答余总的问题 纸巾有没有啊 小心点拉 赵总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纸巾放那儿啊 这叫居家风水生理习惯学 很多人家里边冰箱上面 都是一个杂物柜 你总不可能把这包纸 塞在门口的鞋柜里面 过来 好 开吃沙拉 随意啊 还有烤鸡 来 多谢女主人 谢谢大家光临 幸福 谢谢你 幸福 好嘞 刚谁说要吃三个鸡翅 我先我先 来 姐 门银 你们吃你们的啊 你好 你好 我是京东快递员 这是那个潘芸小姐的快递 好 麻烦您签示一下 来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好 再见 再见 姐 你也在京东买东西啊 对啊对啊 现在都在网上买东西 买什么好东西 不能我们看看 我都忘了 买了好多东西 我去给你拆开看看 别验货 不用不用验货 梁依 你就当时满足我的好奇心啊 你怎么那么好奇嘛 是吧 男初 开云姐的秘密男友 这衣服的大小 好像跟赵总的身材差不多 挺适合的 赵总是 买怎么可能呢 是吗 不是 不是 你看啊 我的身材怎么好 对不对 这件衣服肯定 谢谢 不是你的 其实是这样的 这件西装是给余总的 因为过两天就是余总的生日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意外惊喜 多怪良意 你这个人真是的 你看现在就 就不意外了嘛 余总来 这件事吧 不是很贵的东西啊 但是一篇心意 多谢你记得我生日 余总的生日 在公司里不算秘密 挺适合你的 很好看 我眼光还行啊 身材好看 穿什么都好看啊 多谢啊 这件该是我的嘛 嗯 嗯 我们刚下飞机这个猪头 把钥匙丢海里了 钥匙钱 你好 都在啊 啊 余总 叶总 小梁 赵总你们都在 来 汪涵 既然来了 一块儿坐吧 吃东西啊 不了不了太累了 我们先回去休息了 汪涵 你的辞职被打回来了 没凭准 什么意思呀 我们还是希望你留在一笔里 你考虑一下 谢谢余总 哎 汪涵 你的混沙照呢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吧 好 别提了 都被他们搅黄了 看我朋友圈吧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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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怎么着啊 你看看 谈条件啊 微博事件已经过去了 我不骗你 我连照片底都没有 全被你干净绿绿 从手机里删出去了 而且你也找人了 网上的 群里的 照片全都删了 那你拿什么跟我谈条件 你吓我 我 就想 说来别动 挺好吧 明天 我会让我的律师办理 你不知道我们这儿有监控的 这个我卖你 一万块 我接受不了 而且我告诉你 这对你没好处 你吓我 不是 不是 妹妹 我 我知道你还小啊 但我告诉你 你正在做一件错误的事 知道吗 做的 你遮遮掩掩这么多事 好像也不好到哪儿去吧 哥哥 哥哥干过很多 比你这过分的多的事 但我从来不喊人 从来不勒索人 一万块 我把照片给删了 不过我删照片的视频都拍下来 他开口要一万 我下不去吃 你来吧 我把照片给删了 不过我删照片的视频都拍下来 不过我删照片的视频都拍下来 他开口要一万 我下不去吃 你来吧 把电脑里东西都删光 浮片视频 录音之类的 保证从今以后 不给我们找外表麻烦 这个我不敢保证 我对不过比你爸比你小比你老的 可以当你太爷爷的任何人 上九了下九了我都打个仗 从现在开始 只要有人知道 我跟他在这儿拍个婚纱照 看见过我们的照片 从任何地方 不管网上还是什么地方 我就来找人 到时候我给你的就不是钱 来找你的也不知道什么 别闯了 别闯了 妈妈吃饱了吗 要不要再来点什么红豆冰啊 告他 那我在这儿谢谢二位啊 就是你们太靠谱了 太感谢你们及时就场 别提了 我开始都快急死了 他们也不问 我想这不是白回来了吗 不是 还好后来叶总问了一句婚纱照的事 我们表现得还可以吧 完美 哎 我有一问题啊 你说你们俩何必呢 嗯 何必呢 男孩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啊 市场部跟销售部本来就利益攸关 你们两个还是两口子 世人都会有想法 更何况余总和叶总那么精英的人 哎呀 哎呀 那我是人事部的 这我有责任的这 那这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把你扣下水的 他怎么那么多了猪头 那我就走了 啊 嗯 大家好 我宣布一件事 对大家来说 可能是有些突然 那简单说吧 华东大区销售经理这个职位 人选已经定了 我们经同行介绍 快销行业的罗宾先生 来担任这个职位 罗宾先生很有经验 有很多履历和业绩 这一点没有疑问 所以我也想同大家解释一下 本来我们想从公司 提拔一位销售经理 最近大家都很努力 很拼命 前几天我跟叶总 赵总 都谈过这个问题 那赵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他就是说 建议我们从外面请 可以避免这个近亲繁殖 来通过外面请的经理 可以带进一些新的渠道资源 我们觉得很有道理 刚刚好啊 同行介绍的罗宾先生 我们一拍即合 意外吧 意外吧 总以为我们俩之间 有一个能商的 我们为公司卖力气 公司跟我们搞政治 小小以前的罗宾 真是不值啊 一个老板请我和我的销售经理 一块吃饭 他把一瓶白酒 一瓶洋酒 一瓶红酒 倒在一个桶里 然后 叫他的小弟 在里边撒了碰面 然后拿到我们的面前说 一口气干了 订单就是你们的 我们那个销售经理 看着大家伙 扫了一圈 二话没说 干了 那我也不能掉链呢 我也拿起酒杯 扫了一圈 干了 干了 拿到订单以后 我的销售经理跟我说 你以后 是个合格的销售了 所以 当了经理又如何 对 并不在销售 不在销售 我不是这种 我不是这种 的 我不是这种 不在销售 我会把你 放在那里 坐在这些 和一瓶 喝东西 喝得 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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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我们生过孩子吧 我们还没输呢 不许放弃 我想到了 我就想回家跟你生孩子 郁敦伟师